当我们听到古代兵器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应该是刀剑、长枪和弓箭。 不过,我们的老祖先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发明家,看到他们的技术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会让人觉得惊讶。 许多古代军事的发明都成为现代机枪、火焰喷射器、多管火箭发射器和许多其他致命武器的原始模型。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Top10频道。 这一次就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古老而极其稀有的武器吧。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呢?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风擎炮 随着使用火药的武器出现,尤其是破坏力很强的大炮,战争的策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对于当时的军队来说,发射速度还是太慢了。 当然,他们可以同时使用好几门大炮来发射一连串的火力, 不过最理想的情况是靠一门大炮就可以达到目的。 于是,为了应此要求,在中世纪的时候发明出了一种叫做风擎炮的排炮。 这个武器是在炮架上排列了很多小口径枪管,也是一种类似于现代机枪的东西。 由于它可以用高密度的火力打击敌人,因此成为对付火敌的有效武器。 这种风擎炮也是专门用来击退想要闯进堡垒大门的部队。 1339年,英国人在百年战争时,第一次使用了风擎炮。 这种大炮装设有12个小口径炮管。 从那以后,随着这种武器的概念被广泛地接受和传播, 其他各式各样的种类也开始被采用。 1382年的贝福豪辞维德战役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风擎炮在当时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根特的军队用风擎炮的集中射击, 让布鲁日部队陷入一阵混乱当中,轻松地取得了胜利。 连发炮的想法也朝着非常有趣的方向开始发展了。 有证据表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军队拥有的大炮可是多达50个炮管。 之后,乌克兰扎波罗杰的哥萨克人终于把这种武器改良成了便于携带的形式。 这个改良型被称为Ozija。 说不定这就是现代机枪的曾祖父呢。 大名鼎鼎的李奥纳多·达芬奇也有他自己改造出来的风情炮。 不过,这项发明必须要单独在另一个章节介绍才可以。 达芬奇之谜等 李奥纳多·达芬奇又再一次地被世间公认为是艺术家和什么都会的天才。 不过,这位画出了世界上最著名微笑画作的艺术家也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工程师。 而且,这位伟大的中世纪工程师也没有办法对军事相关的题材视若无睹。 结果就诞生出了这样的东西。 一辆华丽的镰刀战车,这台怪物可以用巨大螺旋桨般的镰刀大量地收割敌人。 还有这个,各位觉得如何呢? 达芬奇试作了好几台这种综合型机器,而且看起来都具有相当高的杀伤力。 正如现代实验结果所表明的一样, 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实用的。 达芬奇所发明的连射弩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武器。 它可以快速装填,这对弩手来说也是很有优势的。 另一方面,这个巨弩的特点不是在于连发的速度,而是它惊人的规模。 并且,专家们也在线了它在实战中可以使用的状态。 各位是不是觉得有些很了不得呢? 但是,请等一下,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介绍。 在达芬奇的发明当中,还有一种装甲坦克,这可以说是现代坦克的原型了。 这台坦克又被称为达芬奇的原型战车,外形就好比披护着铠甲的乌龟,大炮向着四面八方突出来,安全而无懈可击。 它的行驶速度可达每小时二十公里,以现代军用车辆的标准来看,这个速度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举个例子来说,意大利的M13-40中型坦克的速度也只有它的两倍左右,大概是每小时三十八公里。 如果大家还意犹未尽的话,达芬奇的发明物品种类可是应有尽有。 其中不仅有直升机原型和悬挂式滑翔机的设计,甚至连潜水服都有。 防御的那一方可以穿着这种潜水服偷偷地攻击城市和城堡周围的敌剑。 工程天才达芬奇创造了各式各样的装置来保护要塞,甚至是夺取敌方的要塞。 不过,达芬奇在世期间唯一广泛被使用的发明是黄轮枪,这是一种点火式的步枪。 直到现在,这种机制仍然使用在某些东西上面,比如说Zippo打火机的。 总之,如果要完整介绍达芬奇的发明相关故事,需要一整支影片的时间才够用。 想看这个主题的观众可以在留言板里告诉我们。 美杜莎之盾 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聊一下达芬奇的故事。 在这个段落里要向各位介绍另一个巧妙的军事发明。 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先说说希腊神话中蛇发女妖三姐妹里面的 第三个女儿,美杜莎吧。 美杜莎有着非常可怕的容貌,恐怖到只要是看到的人都会被石化。 当达芬奇被委托设计盾牌的时候,想起了这个传说,并决定要创造出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 她研究了蜥蜴、蛇和蝙蝠等外表很有冲击性的动物, 并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图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听说达芬奇的父亲看到盾牌上的蛇发女妖美杜莎的面孔时,整个人都吓坏了。 其实这也是达芬奇想要的效果。 只要有了这样的盔甲,一定能够好好地保护每一位战士。 根据坊间传言,这面盾牌在以一百达克特的价格出售之后,就消失无踪了。 不过达芬奇的作品点燃了其他艺术家的竞争精神。 大家不约而同地试图重现美杜莎之盾的恐怖效果。 我们很喜欢卡拉瓦乔的这个作品, 如果各位有任何其他喜欢的相关画作,也请在留言板中告诉我们。 古董大炮 在火器发明之前,战场上活跃着各种类型的投石机可以投出锚或飞镖的制锚器。 古代的军队们灵活地运用着弹射器、投石机和弩炮等武器。 这些都是被用来攻占围困的要塞和与敌方的野战部队作战。 投石机也被安装在船只上,用石块和燃烧弹打击敌军也是很有效果的。 5G种类非常繁多,现代的专家们尝试修复这些东西,并且大量公开了这些古代武器的复制品。 甚至电影导演也大大的发挥了他们无穷的想象力。 在中世纪的时候,战场上对投石机的需求逐渐增加,当时也改变了人们对堡垒要塞的看法。 投石机在摧毁堡垒墙壁这方面非常有效果。 建造城堡的专家们不得不改变堡垒的结构来避免被敌方攻破的危险性。 在使用火药的大炮出现之前,炮兵在工程战当中一直都是个不甚重要的角色。 不过,如果各位认为投石机只是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历史文物,那你可要改变一下这种想法了。 在2014年乌克兰的亲欧盟示威运动期间,抗议的乌克兰人就是使用了这种中世纪机器来对抗武装的民兵。 这个案例告诉了我们,历史知识也是可以帮助手无寸铁的人。 火箭烟火 韩国人声称,李氏朝鲜时代的神机舰是世界上第一台多管火箭炮。 不过,冥王朝其实早就有类似的发明了。 例如说,冥王朝史料中就有记载类似神机舰的火箭系统。 无论是谁发明了神机舰,这辆手推车都是一个巨大的奇观。 用这台机器就可以一次性向敌人射出100支箭或者是200颗小型子弹。 韩国的研究人员认为,在15世纪日本入侵朝鲜期间的战争中,这种武器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当时,有几位熟知如何制造品质良好的火药的知名学者参与了开发工程,而且最后找到了火药的正确平衡量。 黄天不负有心人,李氏朝鲜军队在信州山城之战中击败了人数占优势的日本军队。 阿基米德之所以广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他在洗澡的时候发明了同名的物理定律。 但其实这位古希腊科学家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工程天才。 而正是在保卫故乡旭拉谷的战争当中,他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公元前214年,罗马军队逼近了这座城市。 旭拉谷因为阿基米德的军事发明而占了非常大的优势。 阿基米德之爪可以用爪子抓住敌船,将它们从水中提起并沉入水中,或者是将船砸在岩石上。 有几幅图描绘了这台机器,但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是朱里奥·帕利吉的画作。 想当然的,现代研究人员也已经成功地复制出了阿基米德之爪。 而且也证明这个机器是绝对实用的。 我们再把焦点转到里奥纳多·达芬奇的画作,这描绘的是一门利用蒸汽的力量进行设计的蒸汽炮。 但是这种蒸汽炮是阿基米德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发明出来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这项发明有多大的可能性。 不过,在后来的几年里打造出了非常实用的蒸汽炮。 例如说,1940年,英国军方使用了一种霍尔曼投射器,这是使用高压蒸汽的防空武器。 关于阿基米德的另一项发明,阿基米德热射线也有其他的传说。 公元二世纪有一位名叫卢西安的人写道,在叙拉谷的围城战期间,有几艘罗马军舰被热射线摧毁。 据说是利用排列镜子所收集到的太阳光线聚焦而让敌舰着火了。 这根本像是编出来的故事。 不过,在1973年的时候,希腊科学家伊奥·艾尼斯·萨卡斯一共用了70面铜镜,成功地点燃了50公尺外涂上百游的传值模型。 之后,电视节目《怪奇传说》还进行了两次类似的实验,不过都以失败告终了。 如果用涂上百游的木头试试看的话,说不定成功几率会比较高。 以上,本期的影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衷心地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的话,请帮我们按个赞。 在影片的最后,我们想要告诉各位, 无论武器多么地吸引人注目,但它的主要目的都是保护自己所爱的人。 请一定要记住,这绝对不是拿来攻击他人的手段。 我们深信各位都有这个良知。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